有些病人会问我 医生我有分近一年多 我有黄斑病又有白内障 可不可以一次过处理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讲白内障的手术 很多人听过 最新的手术可能十几分钟已经完成了 黄斑病的时间 手术会长一点 可能大半个小时 所以就算白内障 连黄斑病变一起去处理也好 手术都是大概一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可以做完 所以如果差不多年纪 我们说过了45岁或者50岁 又有白内障 又需要处理黄斑的话 很多时都会连黄体或者白内障 一拼处理 刚才也说了一点 白内障原理很简单 就是相机这个镜头 年轻时全透明 大概五六十岁开始 它就会运转 遮住看东西 我们俗称叫做白内障 手术如何做法呢 现在最新我们说 做白内障手术 多数都会用微创超声波的做法 用这个方法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我们说手术时间很快 刚才说十几分钟已经做完 所以基本上是不需要打麻醉针的 有些病人很害怕 他以为做白内障手术还需要打麻醉针 比如刺个眼皮眼珠 其实不需要的了 大部分的情况只需要滴麻醉眼药水已经做到的了 用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说伤口很小 微创 大概2mm2毫米 那么小的伤口 基本上是不需要逢针的了 让它自然遇合 好像你去医院抽完血 伤口也是让它自己埋口 不需要特意逢针 那说一点白内障手术如何做法 我这个白内障放到很大 给大家看 其实你当是白内障好像一个生果 那你说用微创超声波 这个方法 如何吸白内障出来呢 微创的伤口大概2毫米 我们伸个超声波进去 白内障当是生果 大概怎么拿出来呢 我们会用超声波的能量震碎它 情形好似一个生果 切成一楷楷 同一个小伤口吸出来 接着我们会放一个人工晶体 最新的人工晶体会是摘叠式的 好像一条蛋卷 这样卷在同一个小伤口 测进去摊开 所以手术大概十几分钟已经做完 原理很简单 好像一个相机换回一个新的镜头 所以我们说通常病人第二天打开沙布 已经可以开始看东西了 白内障就讲到这么多了 我们讲回今天的主题 黄斑病变 如果我们讲 比如我刚才说 你看这个阿姆斯拉的方格子 如果有变形 有胸 有重影 或者模糊 这个情况 要立刻找医生帮你去检查 因为这个是专门用来测黄斑病变的 如果有这个格子子体有问题 我们说超过九成的机会 都是黄斑有问题 要立刻找你的眼科医生 帮你检查 看看是哪一种黄斑病变 再对症下药 看看如何帮你治疗 其实也不止黄斑病 但黄斑病 就特别重要是病向前中医 因为始终黄斑的细胞是有功能的 如果迟了医的话 视力提升会下降 特别如果你是有一些高危一点的 黄斑病变的因素 譬如刚才说过 老年黄斑病 譬如年纪大 50岁以上 吸烟或者吸过烟 家族有这些病历 三高的人士 糖尿病 胆固醇高 或者高血压 另外我们说在香港 其实深近市非常常见 深近市的病人 亦都会有黄斑病变的机会 是会高一点 如果我们说最后两种 譬如黄斑前膜 或者黄斑裂孔 高危因素 包括眼睛曾经发过炎 受过伤 或者做过任何激光 或者手术 都是一些高危的因素 另外有一些中年男士 也特别留意 有一种叫中章性的黄斑水肿 如果中年男士 比如压力大 精神紧张 或者长期用类固醇的话 也是高危 会有一种中章性黄斑水肿 现在不同的黄斑病 其实有多了很多不同的治疗方法 所以如果有这些高危因素 或者看阿姆斯拉的格子指有问题 或者有任何怀疑都好 最好找你的眼科医生 帮你检查一下 看看怎样帮你 再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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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